我想给大家普及个指示 在古典乐里面 在古典乐里面 小提琴是整个这个乐团里面 相当于是头部的这个地位的 因为交响乐的这个东西 古典音乐里面 它是怎么看里面的等级和收入的 音调越高 收入越高 音调越低沉 收入越低 地位普遍于低 就同等级别里面 你看所有的交响乐里 小提琴一定我们所说有首席 它为什么首席 因为它的声音 它的难度 它的各个方面 所以这个就跟 国外的球类运动 球越小 高尔夫赚的就越多 球越大 相对就会少 比如足球的就比篮球的多 所以它是根据球的这个大小 古典音乐里 也有它自己的这个收入等级 就是根据它声音的高低 你比如说单黄管 单黄管这个里面 就是在所有这个 它这种乐器里面 它也是属于首席 它是属于首席 它是属于首席